续老听的时候没答应他 他又说好不好吧 又说个好不好吧 老婆让他说好吧 你看别人听的时候 好像在开玩笑的话 他是真的 他见好了 他自己作画 他没告诉任何一个人 在庙后面 找了几把草堆去 坐在草堆上 盘腿打坐 他火化 用什么火呢 用三美火 这不是任天 这不容易啊 他的功夫 如果没有得到念佛三美 他不可能用三美火分身 念佛三美是什么 一心不乱啊 这个功夫还在聊啊 在庙里都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 走的时候这么舒适 老后尚给他顶礼 那三美火 那三美火 身体整过烧成灰了 衣服 如如不动 衣服没有烧 你们想想 这是什么功夫 那 虽然烧成灰 还跟活人一样 实际上是已经烧成灰了 手上拿的银钦 银钦 袜子 是木头的 烧成灰了 银钦在 银钦是头的 所以老后尚聚集大众 几千人来看 老后尚把他引亲 拉在手上 敲了三下 祝福他 你放心 你可以走了 他这个身体 马上就倒下去了 也变成了骨灰了 骨灰装成 这个骨灰盒的时候 他第一个进塔 真的 他进好了 他第一个进去 你看这是什么功夫 这真正念佛人 虚音老后 禅宗道场 你看 教这个徒弟 教念佛法门 为什么 别的他什么都不会 念佛法门 佛在 今天上讲 在大极经里面讲 念佛法门是 无上生妙缠 你都要相信 你怀疑不相信他 那就没法做了 这是我们所听过的 古往今来 这些念佛往生的人 什么站着坐着走的 我们听得很多 我们听得很多 见的也有 也见过 像他这样走 是用自己三味火分身的 这个我们没听说过 当时云南独军 这个地方上的领导人 军阀了 这民国初年 唐吉尧 听到这个消息 这虚音老人通知他 他带他全家 牢牢烧烧烧的 都来看 赞叹 那太稀奇了 为什么身体都烧化了 衣服没动 衣服一点都没动 这真奇怪 烧成灰了 他不倒 他还是坐下来 到老和尚送他的书 唐先生全家 跟着老和尚一起 对着 聚心发誓 顶礼三百 老和尚敲三下引擎 他才倒下去 当时云南独军 这些记者都来采访 新闻 头条新闻报告 这是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他的成就 有秘诀 秘诀是什么 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谜头经上所讲的 念福 功夫 功夫是什么 功夫就是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不仅是在临终走的时候 心不颠倒 日常生活当中 穿衣吃饭 工作应酬 心都不颠倒 心怎么叫不颠倒呢 与决真心相应 与阿弥陀佛相应 与阿弥陀佛四十八云相应 心不颠倒 心不颠倒 那我们想想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 想什么 不但是佛的行命呢 我们忘掉了 念佛的名号都忘掉了 那怎么能成就 所以人 在这个世界 世尊对我们教会 的确是真实不虚啊 佛在灭度之前 教导 教导 后世的弟子 怎样学服 他讲了两句话了 以戒为死 以苦为死 这两句话太重要了 为什么我们的心思散乱 为什么 这句型发誓 有这样了不起的成就 他就是从小苦吃太多了 从小 父母双亡 真正是个孤儿 没有念过书 不认识字 做小工 做小工 做小工是童年 我们讲童工 他二十岁才遇到 学院老和尚 老和尚收留他 怎么要你做小工 以苦为死 他知道这个人间苦 对这个人间没有留念 为了讨生活 要做得让大家欢喜 全心全力 工作为别人服务 无依无靠 这是他成就真正的原因 所以无依无靠的人 想到我将来怎么办 不靠自己 没有人靠得住 特别是在现前 这个社会 你也是生病 谁照顾你 你的家亲眷属都 那行啊 有人照顾你 如果你是个孤儿 亲戚朋友 什么都没有 这时候你怎么办 你自己不能不发愤了 不能不真感 全心全力 依靠佛 佛的真灵 佛真的保随 成就的 这是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在现前这个时代 选择法门 除尽宗之外 你选择什么 尽宗还有五尽一论 六门公库 全学 未必能学 应该怎么办 六门里面 选一门 一门深入 尝试 尝试 寻修 要像句心法词一样 你会成就 你能写得干干净净 这个传记里面讲的是 他在往生前两天 把他自己的衣钵 出家人就这点东西 都拿去卖掉 就什么都没有了 甚至穿了一件衣服 多余的衣服都卖掉 卖来干什么 打斋 共种 在寺院里请大家吃饭 第二天他走了 大家才晓得 他请客是 是健行 他走了 什么都没有了 真干净 为我们真正做出了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你生的时候 什么都没带来 死的时候 一让他不去 留一个纪念 那就是 他穿在身上衣服 身体火化了 衣服完整 衣服留下来 给大家做纪念 留了一个引信 引信在云南博物馆里面 真觉悟了 真会选择 老和尚慈悲 叫他这么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六个字 他成功 所以我们想到 现前这个环境 我们要不以他为榜样 还是这样每一天混日子 将来 古代的长江 腊月三世 你怎么过 这个腊月三世 形容 你临命中的时候 你怎么办 所以法门的选择 太重要了 今天在这个时代 成就自己 成就别人 现在是 讲经说法 很辛苦 别人未必相信 在台湾 在中国 还算不错 还有不少人听 在外国 没有接触中国文化的 他不听 他不相信 外国的社会 还是信基督的作用 全世界 信基督教的 超过十亿 这是最大的 一个教派 基督教 天主教 合起来 超过十亿 阿拉伯的世界 回教 伊斯兰教 他们告诉我 在全世界 大概也接近 是也 全世界的人口 六十多亿 这两个教的 就占了三分之一了 佛教殊胜 能遇到佛的 与佛有缘 稀有难得 在今天的社会 修行的榜样 少了 由于科学技术发达 印刷是发达 经书的获得 比从前容易太多了 从前太稀少 可是呢 那金真看作为法宝 真写 现在因为 印刷书发达 价格低廉 流通量很大 不稀奇 不重视 在从前一部大藏经 还得了 见到大藏经 崇拜啊 现在看不见了 对于法宝 不重视 不尊重 从前 佛弟子 见到佛菩萨的形象 如同真人一样 他有那么样的恭敬性 现在这个现象 看不见了 这都是佛法了 衰的原因 衰的现象 真正发心 发菩提心 要发心 护持真法 从哪里做起 从自己做起 就把佛的这两句话做到 我能吃戒 我能吃苦 你就真正能 护持真法 真正能 鸿法立身 这两句话说不到 那就难了 不是真理了 吃戒 太阳感应品 弟子归 十三一 要把它落实 变成自己的思想 隐形 那就要真正吃戒 有这个基础 再学 出家 或者是在家的建立 复法就行了 那我们就对得起 佛菩萨了 对得起 祖师大德 代代相传 每天 读经 我刚才讲了 选择 也论 无经 一论 面 面面都讲到的 是无量寿 所以无量寿 是禁宗的概论 观无量寿 是无量寿 是无量寿经里面 重要部分的补充说明 阿弥陀 是便于羞耻 那是刚要 最一般 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 选择哪一部经最好呢 无量寿经 如果年岁大的人 六十以上 你要问我选择哪一部经呢 我就劝你选择阿弥陀经 年岁太大了 我们抓到 禁宗的纲要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就成就了 如果你是八十岁以上的 我就劝你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什么经都不要学了 为什么呢 来日不多了 不必学经教了 坚定信心 这一句佛号念到底 我们看到 许许多的成就的人 它就是一句佛号 你看地前发色的土地 过路匠 也是一句阿弥陀佛 那个也不认识字 一天经没听过 也是吃苦重要 太苦了 太可怜了 它尝到了六道里头 人间的苦滋味 所以 他历苦的心 很切 我们今天生活很忧郁 没有感觉到苦 不知道历苦 这个环境不错 没有出苦的心 所以我们的功夫 不能跟他相比 他们是吃净苦 咕噜江跟地前发色 是小时候的玩伴 在一个村庄里面长大的 地牢算是不错 家庭环境不错 念过书 以后出家 当了法师了 在那个时候也小有名气 他这个玩伴的时候 是没有念过书 贫穷 困苦到极处 找到了他 找到他就是跟他出家 太苦了 那地前发色 他就是四十多岁了 你出家 出家是五昌功阔 你学不会 你在寺庙里头 就不能住 讲经你不认识字 你怎么学 他赖着不走 赖定了 最后地牢没法子 跟他谈条件 他说那你真地 想跟我出家的时候 我再给你去个条件 他说没问题 你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 那地牢说好 我跟你去度 你不要住在庙里 地牢在乡下 给他找一个破庙 那庙已经废了 没有人住了 找这么一个破庙 叫他一个人住在里面 就叫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再念 就接着念 他真听话 地牢在附近 找两个信徒 照顾他生活 找了一个老太太 也是千诚的佛教徒 每天吃的少年顿饭 他不错 吃饭 洗衣服 有人照顾 他就专念阿弥陀佛 念累了真理休息 不分中业 念累的休息 休息好了之后 马上借助去念 三年 三年 欲知 是指 往生的时候 站着走的 还站了三天 老太太发现 师父死了 很惊讶 没听说过 人是站着死的 他这个师父是站着死的 赶紧去派人给地牢法师 保信 那时候交通不便了 走路去的 一个往返三天 地牢法师来看到了 非常赞叹 你对陈旧 现在的时候 明山 宝刹的方丈住持 比不上你 洪发立身的法师 比不上你 这真陈旧 你们想想 世尊的两句话说到了 他听话 一教风行 那就是持戒 持苦 以戒为四 以苦为四 他做到了 所以他成功了 民国初年的事情 距离我们不算远 这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最近 这个两年 多半的时间 都在香港 香港距离深圳很近 好像三年前 深圳有个年轻的居士 黄中畅 听我讲 讲到念佛法门 过去这些往生的人 都没有超过三年 有人问我 他说法师 这些念佛人 是不是三年刚刚好 他寿命到了 我告诉他 不可能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每个念佛人 三年往生 他都是寿命到了 不可能的事情 一两个也许有 那么多人 不可能的 那什么原因 功夫成就了 寿命不要了 他就走了 这个才讲得通 功夫成就了 他不走 那是什么 他跟众生有缘 要帮助这些众生 成就这些众生 他可以多住几年 功夫成就了 就是我们一般讲 生死自在 他愿意什么时候走 他就能走 他愿意多住几年 他也不妨碍 是这样的关系 如果不是为众生 没有一个不走 你们念念弥陶金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那极乐世界都没有好 你随时都可以去 你能不去吗 哪有这种道理 那不可能的事情 那肯定他提早去了 这才能讲得通 黄仲昌 听到这个 这些事情 他就做事业 他来试一试看 看三年成不成功 在深圳 一般 向下立居室 护士他 年年十个月 还差两个月 三年月满 差两个月 他愈知识知 走了 没有生病 坐着走着 入一项洗衣服 三十几岁 成功 这个实验室告诉我们 这真的不是假的 只要你肯放下 你对这个世间 确实没有留念 没有牵挂了 你的心定 清净心 持明烈腹 你能得念佛三位 念佛三位 功夫之前的 叫功夫成篇 功夫成篇 是什么意思 你的心里头 真有佛 除了佛之外 你心里面没有东西 也就是我们常讲 所有一切牵挂都没有 妄念都没有 只有一个念头 阿弥陀佛 不管念还是不念 心里头真有 这叫功夫成篇 这叫 初级的 四义心不乱 刚刚达到 但是这个功夫 就能够自在 往生 何款功夫更高 功夫更高的 品位不一样 这样的功夫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 同学徒 所以 古大德常常告诉我 包括 善道大师 善道大师 是我们晋宗第二代的祖师 唐朝时候人 那传说 他是阿弥陀佛再来 从前 李炳南老局司 告诉我 善道大师说的 那不就是阿弥陀佛 亲口说的 他说什么 这个话 万修万人去 一个都不会落选的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能往生的 李老师说 只有两三个人 这什么原因 没有真正依教奉行 不是你修不成功 是你没有遵守 往生的三个条件 幸运行 真一心 你要真正相信 你就不会再相信 这个世界的名文理 你就不会相信这个 那你就不会相信 这个世界的什么 功名富贵 假的 那不是真的 那所以 把名文立扬 功名富贵 写得干干净净 那知道什么是真的呢 阿弥陀佛 这一句说 佛号是真的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是真的 那他心里有这个东西 除这个之外 什么都没有了 他怎么过分 他的心 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 愿跟佛的愿一样 行跟佛的行一样 决定成就 这真正有智慧 这个 就是大神教里面常讲的 一切种之 一切种之 大菩萨修的 我们修尽宗的人 能够放下身心世界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地 那就是一切种之 一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一切种之 就起作用 这个到极乐世界提升 太快太快了 我们虽然 神念佛念到这个初级的功夫 功夫成片 往生的时候 佛光先照你 佛光诸照 就是阿弥陀佛 本月 四十八月加持 这一加持 把你的品位 马上就提升 如果你根立 你善根负责身后 会提升到 十八状元图 如果你的根性差一点 也会被提升到 方便犹豫图 方便犹豫图 是四一心不乱 社报状元图 是理议性不乱 经教里面 把这些事情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 所以我们自己 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等次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 事云要写 不要放在心上 事云要随云 一切随他去 无论是 善云 是我云 都不要放在心上 都是好死 都是来成就我们 许许多多 一生成就的人 逆缘多 这个顺境少 我云多 善云少 为什么 让自己在这个世界 不再贪念 留念这个世界的念头 逐渐逐渐地放下了 舍弃了 专心取 净土 那就是 专心念佛 念念 求生净土 念念 希望 亲近 彌陀 这是个好老死 这在整个宇宙里头 最值得我们信 耐的一个人 我们纵然造作了 许许多多的罪业 无你 食物 他不会责怪我们 他还是慈悲的 借业 罪业在中 只要你能忏悔 佛菩萨就 谁受你 所谓是浪子回头 经不换 过去造作这些罪业 是迷惑 颠倒 干的 我们总得坚定信心 相信 人心 本身 诸佛如来 知道 人心 本身 你本来是佛吗 华音先生 讲得都好啊 一切众生 包括 我鬼 畜生 地狱 本来是佛 他怎么不照顾你 说再讲 佛 居立我们 是我们自己 离佛远了 这些四十真相 你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那个信愿行 信愿才生起来 你真心 真愿 知道阿弥陀佛跟自己的关系 就跟父子一样 跟母子一样 父母 哪有不爱儿女的道理 儿女再坏 只要回头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心 心就是 改过自信 确定的改过自信 是什么呢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其他的 再不想了 再也不放心上了 那就是你真的 彻底回头了 这样的 平 三年 没有一个不成就 你说我没有环境 我还要工作 没有工作 我不能吃饭 没饭吃 或者还要养家和口 那怎么办 聂佛这个法文 与工作没有冲突 工作照看 心里有福 就能成功 我在前面 跟同学们 说过 一个公案 我们现在讲故事 过去的事 真的不是假的 我住在旧金山的时候 应该是 十五年前的事情 不觉得 一位干太太 老居士 早年 我出学活的时候 就认识她 她也是 李老师的学生 到美国 遇到了 她年岁比我大 是我母亲 一位的人 她也往生了 跟我说 她有个朋友 过去都在台湾 小孩到美国念书 毕业了 在美国结婚了 以后生了个孙子 她的儿子 媳妇 写信给她 请她到美国去 帮助她 照顾孙子 做家事 每一天 做两餐饭 因为他们 儿子 媳妇都上岸了 所以他们早晨 吃了早饭 就出去了 中午不回来 晚上才回来 所以每天 做早餐 跟晚餐 小孩 长大之后 上学了 也是早出晚贵 家里是一个人 他也是一句佛号 不中断 没人知道 往生走的时候 也没告诉家人 家人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走的 只是那一天 早晨呢 老太太 没有起来 烧早饭 所以她的儿子媳妇 感到很压抑 老太太 生活很有规律 为什么今天早晨 没起来 房门打开了 一看 她穿得很整齐 穿得很轻 手上拿了念珠 盘腿坐在床上 叫她又不答应 走进一看 走了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走了 已经走了 老太太 留得有遗嘱 还把儿子 媳妇 孙子的校服 都做好了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做的 都做好了 摆在床上 遗嘱交代她 怎么办后四 你看 多潇洒 她在美国 不是吃闲饭的 是她工作的 工作 不爱念佛 不爱成就 她念佛 家里没有人知道 走了之后 才晓得 在美国 她也不跑道场 觉得心是定点 成就 成就自己 就成就 别人 家里 儿子 媳妇 孙子 看到老太太 是这个样子 这是真的 可不是假的 这种 走 有几个人 能做到 像干老太太 这一般 从餐到游 都去看 看了之后 没有不散叹 没有不礼拜 对修行人 想 增长信心 让这些 修净徒的人 看了之后 断衣 身心 做出来 对她 家里人 是个 很大的 启示 你看 你要不要 修福 你想不想 像老太太 一样的 成就 特别在我们 现在学会 你看一身病 送到医院 在医院里面 多么辛苦啊 吸引心 去观察 我们就感到害怕 医疗 学会再好 受尽了折磨 无论是肉体 也谨慎 你说那多苦 那我们要不愿意 受这个苦 就要在念佛上 得到自在 欲知 实至 自在 往生 往生的时候 不生病 说走就走 走得干干净净净 那像 俱行法师的 那个功夫 我们很羡慕 也希望能做到 有多好 多自在 一点都不麻烦别人 后世自己 全都做好了 这种选择 认真努力修行 这才是 成就 有情之 自己成就 才能成就别人 自己没有成就 说给别人 说给别人 劝导别人 别人还是有疑忽 特别是 烦恼吸气 太重 眼前的 富裕的生活 不肯实力 这是大障碍 无论在人世环境 在物质环境 总有贪恋 总有放不下 这个事情 麻烦就大了 所以故人 无论在家出家 都很重视 参学 参学是什么 让你出去 多看看 多听听 多接触 为什么呢 都明白了 你才真能看破 你才真能放下 这个参学的 源头从哪里来的 我想可能就是 释迦牟尼佛 没出家之前 出去游玩 到外面去游玩的时候 看到身老病死 就无了 去参学 主要的用意在自己 多看看这个世界 苦人多 落人少 落人你要一接触他了 你就知道他并不落 他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 大富大贵的人 晚上睡不着觉 天天吃安眠药 你要是 这都了解之后 哎呀 这个世界 真的就没有味道了 真正做到 对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 静缘的时候 不再有 起先动念 真的看穿了 参学真正的用意 这次 所以我想呢 这个源起 应该就是 释迦牟尼佛 有四门的时候 他真正能看到 人间的疾苦 那想到自己 也灭不了 怎么解决呢 只有修道 只有望尽还原 你什么问题 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大慈大悲 帮助世间苦难众生 于一切众生 感应道教啊 随行音量啊 这就得大自在了 这叫真实成就 选择其他法门 遇到尽宗 那是幸运 能够真正相信 一点怀疑没有 尽教是摆在第二位 如果对尽宗 还有怀疑 对于世缘还不能放下 尽宗经教会给你 很大的帮助 要认真学习 学经教 是断义生性 目的在这里 它是修行的前方病 所以佛法讲 信 解 行政 研究经教是心结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 干 你干后来就证过了 这往生就是证啊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四点 大家好 我证明了 小学生 你还没说 你还没说 我的话 那些证明了